《青年》 經常說青年要融入大灣區 當然他們進入大灣區創業是一個趨勢 政府亦鼓勵 但我覺得進入大灣區讀書 是否比進入大灣區創業更加令這些青年容易接受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為澳門人帶來許多新機遇 不過陌生的環境仍是有必要三思而行 但如果從學生時期就融入大灣區 未來又會否如魚得水呢 本期灣區大視野就由在出海工作的澳門人 陳里奇分享看法 在雷迪修讀大學的陳里奇於2012年畢業 隨即便投身珠海的教育行業 見證著珠澳青年變化的陳里奇建議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趨勢下 澳門學子不妨考慮提前走進大灣區 在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下提早實習 他進來學習的時候他可以提前就已經不管在生活上 或者是朋友上 即是他會有他的同學 他的校友將來都是他的圈子來的 提前就已經是接觸到 原來內地現在已經是這樣的環境了 已經是整個競爭都不同了 就不是我大概20年前看電視 覺得是那麼落後或者是怎樣 除了提前鋪路建立人脈外 陳里奇強調 澳門學生如果願意置身於大灣區 最大的好處便是可以切身感受到 內地發展的一日千里 從而開闊視野 學習更多澳門還沒有的前瞻事物 因為我接觸到有些澳門青年人 他最多去到拱德 就是跨出多一點 去到拱不以外的一些雙圈 去看看 去八卦 看看人家現在在做什麼 我覺得對他自己不管將來去創業 或者就業都好 一定是有一個好處 我覺得 除了對學生個人發展有好處 陳里奇也與學院開設的演繹 漫畫 珠寶等專業作例子 指出因應灣區相對廣闊的營商市場 令內地高校 細分出許多澳門沒有的專業科目 在澳門尋求經濟适度多元的當下 澳門的灣區發展不妨從教育著手 從而為學生乃至整個澳門 帶來截然不同的發展契機 引進來走出去了 我覺得是這樣 可以澳門提供軟件 內地提供硬件 珠澳合作辦學 或者粵奧合作辦學 我覺得這些這麼好的一些國際平台 澳門就不要只發展在博彩事業 我覺得有其他事業 絕對是可以吸引多些不同的人才 是入澳門 而澳門也有很多不同的青少年 不要只一畢業 我就打算去酒店 去娛樂場 我覺得他們要把自己的舒適區打破